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就是北京时间27号凌晨1点30分 第三十三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将会在赛纳河上拉开帷幕了 从史无前例的开幕式到实现性别平等的里程碑 这一次奥运会充满了别处心裁的想法 还有理念 那这场体育盛宴又会给巴黎带来怎样的经济效应呢 时隔百年 巴黎第三次于夏季奥运会牵手 不同以往 此次奥运会全世界将看到一场史无前例的露天开幕式 整个巴黎市中心将化身盛典现场 而赛纳河则变身运动员入场通道 按照奥委会设想 运动员们将在夕阳余晖之下 乘船航行约6公里 穿越巴黎市中心 最终抵达埃菲尔铁塔对岸的特罗卡德罗广场 此外 此次奥运会以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两大核心理念 将首次实现男女运动员比例1比1 并承诺将碳排放量减少一半 最值得一提的是 三大河的水质在100多年来首次恢复到适宜游泳的状态 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哥更是验证了一下水质 率先在三大河畅游了一番 而奥运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 更被看作是带动旅游和消费的绝佳风口 但从实体感受和数据来看 这场破天的富贵似乎并没有被巴黎稳稳接住 巴黎旅游局7月中发布的消息称 预计奥运游客人数将从此前预计的1500万下降至1100万人 而且当中只有约150万国外游客 其余都是法国居民 旅游洞察公司Lighthouse数据则显示 在7月26号至8月11号期间 巴黎的酒店平均每晚房价为313欧元 在奥运会前11个月531欧元的峰值反而下降了41% 达美航空、法国航空、法和航集团都表示 原本为了巴黎奥运增开了不少航线 结果许多游客选择绕飞巴黎 剩下大量卖不出票的空座位 即使是奥运比赛的门票 也因为价格太高大量直销 本周还有约60万张奥运会门票在官网上挂着 远高于2012年伦敦奥运没卖出的26万张票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 比起直接收益 各国更为看重的是奥运会对国际投资的间接带动 这场独树一致的奥运会 又会给巴黎带来怎样的收益 我们拭目以待 充满了浪漫色彩的巴黎奥运会 即将拉开尾幕了 更多的解读分析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评论员包冉先生 一块来探讨分析 包先生好 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看到巴黎奥运会就将正式拉开大幕了 2024年距离巴黎上次承拔奥运会 已经过去整整100年的时间 100年前巴黎奥运会上奥运村是首次诞生 这次呢 巴黎奥运会法国式的浪漫可以说随处可见 比方是这个紫色的跑道 塞纳河畔的游船开幕式还有FR铁塔原铁奖牌 那都是亮点所在 您最感兴趣或者说最期待的会是什么呢 还是两个方面吧 一个方面肯定是每一届的奥运会呢 尤其是现代奥运会啊 它的开幕式啊 无疑是一场世界级的 全球同步在上映的盛大的晚会和表演 而且呢 尤其是关键环节的点火仪式 对吧 那么这次的很多的这个设计 也充满了法国式的浪漫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啊 包括色调的色彩的浪漫 包括形式上的浪漫 包括场景的浪漫 这点呢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试听盛宴吧 应该说是一种 第二个呢 肯定是期待着咱们中国的代表团 有更好的成绩 因为有一些大类的比赛 比如说足球已经开赛了啊 你像日本球迷就很幸福 对吧 这个全是由未超零球员组成的青年 日本青年队 5比0横扫乌拉圭啊 应该说是开启了这个东亚足球的新篇章 我想呢 这个不管是足球还是其他的大类小类的比赛项目 我也期待着咱们中国的运动员代表团的相关的队员 能够在赛场上 能够在跑道上 能够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中 夺得更多获得更好的成绩啊 至于金牌的数量倒不是那么的关注了 实际上总体成绩好就很好了 谢谢 那算上今年巴黎历史上一共举办了三次奥运会 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是第一届允许女性参赛的奥运会 那当年女性运动员的比例只有2.2% 今年呢 奥运会参赛男女运动员的数量是达到1比1 10500名的这个运动员 当中有5250名的男运动员 还有5250名的女子运动员 这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实现这个比例 不难看出这届奥运会在实现平等等方面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这是不是也是奥运会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影响之一呢 客观的讲呢 我们现在看待奥运会呢 它已经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 外延更加立体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符号的标识 一方面它的本源或者本初来讲 是一场以和平为主题的全世界的竞技运动会 这是它的最原初的使命和意义 对吧 但是呢 随着百年奥运的发展 尤其是近现代几十年的奥运会的发展呢 它应该说它同时处在结构性和周期性的变化的两条轨道之间 您说的这个今年它实现了男女运动员的在数量上的一比一的平等 这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实际上标识着性别平权 有了一个最直观的可量化的全球级的参照系 因为你很难找到另外一个拥有这么大广阔舞台 和吸引了全球目光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赛事 或者大型的盛会大型的活动 而奥运会几乎是唯一的 在这样的一个唯一的舞台上 赛场上实现了性别平权 它的社会性意义是结构性的变化 应该说迎来了结构性的起点 就和人工智能的爆发起点一样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呢 往往是质变 而要想带来质变 还会有漫长的量变 这个量变呢 就是周期性的变化 百年以来 从女性运动员能够参加比赛 到今天的与男性运动员的比例的持平 应该说他在这中间 也不走过了漫长的艰难的周期 无庸会言啊 这个我们在理想国的状态下 不管你的性别肤色 宗教信仰啊 这个所属地狱 应该都是人人平等的 可是呢 在现实社会中呢 没有那么好的理想国嘛 对吧 在现实社会中 我们看到就以性别平权为例 也是经过了这个全球 不管是东西方南北方 长达数十年一个世纪的努力 才缓缓的有了一个改变 而这种改变 我相信应该经过奥运会 这次结构性的转折的加持 能够迎着更好的方向去变革 好 非常感谢包冉先生的解读分析 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事 社会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那除此之外 美季奥运会的开支和营收呢 也备受瞩目 究竟举办奥运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如何 下集回来我们继续 和包冉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外界在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焦点 究竟办奥运赚钱还是赔钱呢 我们看到这个Wallet Hub 有一项分析师给出了一个答案 这家奥运会 巴黎奥运会举办成本 差不多是82亿美元 成为了史上成本第六高的一个奥运会 那至于成本最高的奥运会是哪一件呢 那就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 已经达到了249亿美元 那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还有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则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 成本是200亿美元 还有171亿美元 另外根据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自1960年罗马奥运会开幕以来 历届奥运会最后的开销 都是大于他们的最初预算的平均超值率 达到了172% 尽管说开资如此的庞大 但是能实现盈利的国家 却是寥寥无几的其中 盈利最高的我们看到 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 盈利是3.6亿美元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还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则排名第二和第三 分别是2.5亿美元 还有1.4亿美元 所以现在看出来了 真正办奥运能赚钱吗 这可能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 从网级奥运会的举办来看 赔本赚吆喝可能成为了 众多举办的最后一个结果 所以这里头还很多的门道 我们继续来和评论员包冉先生来聊一聊 包先生我们看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赔本赚吆喝 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那巴黎奥运会的这次不少设计 甚至让人觉得有点抠门 比方说这个深井的水冷却系统 这个纸板床 甚至是奥运村里 9个人才能住一间 让各个运动员自己带着空调来比赛 这都是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了 明明就是这个筹办经费 紧张 美其名曰是环保低碳 这个巴黎奥运会为何办得这么抠呢 首先呢 咱们实事修事有一说一啊 我也没去巴黎 也没有体验这个运动员的 这个奥运村的运动员的住宿环境 住宿条件 到底这个 这次的组织保障工作做的好不好 做的很差 还是一般 还是不错 没办法做主观的评价啊 只能说等待全世界的运动员 都入住了奥运村之后啊 然后呢 大家的反应和反馈才是真实的 我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想呢 真实的目的可能就是经费短缺啊 这个因为承办奥运呢 应该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啊 也一直是亏本的买卖啊 直到范马兰奇先生执掌了全球奥组委之后呢 实际上才把它变成了一个摇钱树啊 才把它变成了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的 商业的大舞台 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是个结构性的变化 当全球化的商业化的进程 出现了一些逆风向的时候 那么今天 奥运会是不是还依然能够保持原有的商业模式 这个呢 需要奥组委 以及主办城市 主办国 要有更多的商业智慧啊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注意到呢 就是说 奥运后经济也很关键 我们说每一次的 每一届的奥运会举办完之后呢 都会遗留下大量的非常壮观的体育场馆啊 如何在开完奥运会之后 不让这些场馆闲置 因为你闲置之后 维护经费也很贵啊 实际上是一个长治久安的系统工程 在这方面 中国做的很不错啊 你像北京的鸟巢啊 包括水利芳啊 等等等等 他们后续的商业化的开发 以及自给自足的啊 这样的商业化的可持续运营 我觉得都能提供很多宝贵的中国经验 好 谢谢主持人 嗯 那包先生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史啊 从88年汉城奥运会 到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再到21年举办的2020东京奥运会 至少我们看到了就是 亚洲国家通过举办奥运会 在世界舞台上是再次迎来了一个新的升华 奥运会的举办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 究竟您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还是那八个字 顺势而为啊 然后呢 接着就是全球化进程啊 九个字 那么应该说是 我们看到 发展中国家或者后发 后发国家啊 他往往会是在自己的经济上升期的时候 去努力争取承办奥运会 因为这样的奥运会呢 往往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具有 民族标识性凝聚力的巨大的品牌激励效应 无论是当年的汉城 当然现在叫首网了 奥运会 还是日本曾经的大阪奥运会啊 包括疫情期间的东京奥运会 包括我们中国的北京的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 对吧 实际上这都是说在综合国力 经济水平 经济动能 不断向上走的时候 朝气蓬勃的时候 大家有这个心气 也有这个财力 同时办了这个事之后 一方面在微观上能够有机的拉动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 你看以北京为例 我印象特别深刻 08年的时候我已经在北京工作了 经过08年奥运会的前后 北京无论是地铁的线路的数量 还是长度 还是各种公路的交通 以及场馆周边的设施的升级 都是令人耳目一新 我想这样的一些进步 应该是对每一个举办主办城市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 当然也有负的外部性 如果花钱没数 没谱 超支了 严重超支了 这个饮吃某粮 把这个后面多少年的市政预算都花光了 那么显然得不偿失 所以这里面还是要细算经济账 它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工程 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可持续商业模式 这是关键 那不可否认 我们其实也看到 就是奥运会的举办 也并不是每一届都很成功的 回顾历史 从二战时期 到慕尼黑的奥运惨案 再到后来的这个冷战 奥运会都经历过解构的危机 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了 奥运会作为曾经的这个超级品牌 似乎现在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 这期奥运会还没开始就传出了 比方驱赶游客的新闻 奥运会的这个申办 似乎也不像往年来得这么积极了 奥运会是否也经历着变化和改革的时候呢 必须的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新的一轮 结构化的变轨 和周期性的转折的新的阶段了 是吧 我们看到实际上百年奥运 也不是一直一路风 就一帆风顺的 开始呢也无人问津 后来呢 这个萨玛兰奇中兴 那么吃萨玛兰奇先生的老本吃到今天呢 也差不多了 而且又面临着全球化的一个逆动 对全球化的一个反动的趋势也在展现 所以说上一波红利是基于自身的模式创新 和全球化的全世界的结构化变革 所带来的时代红利 今天呢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所以对于奥组委来说 我想这个事最心急的应该是国教委会吧 对吧 他们肯定着急啊 因为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吧 所以说我说这个 至于说申办城市的数量变少 积极性变弱 这个是个结果 不是个原因 原因还在于你能不能顺应 新的时期的全球的结构性的变化 无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 等等等等 还是社会上的 同时呢在商业模式上呢 做出卓有成效的迅速的敏捷的应应变化 嗯 对于一些非体育爱好者来说 奥运会本身可能并不具备持续的吸引力 您觉得这对于奥委会长期的商业发展来说 是不是一个挑战 还有对于依托奥运舞台的这个商业化的机构 又该如何来寻找 还要拓展他们的商机呢 他必须得寻找新的商机 因为如果说这个做吃老本的话 无谓是新瓶装旧酒 是吧 过去卖给电视台啊 现在呢卖给互联网平台 这就是新瓶装旧酒 你的基本产品没有变化呀 是不是 那你的基本产品没有变化的话 如何能让新的时代的新的一代一代的消费受众 因为观众就是消费受众嘛 是吧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一样 很多非专业体育专业的人士 可能就是看个乐 看个热闹啊 而且随着民族荣誉感的这样的集体的意念 逐渐在解构 这个解构是全世界性的啊 过去哎呀 奥组奥运会上的金牌树 大家都觉得是为国争光啊 不但是中国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这样 后来呢 我个人来说 08年咱们拿了一个特别棒的成绩之后呢 心理上就免疫了 就切媚了 也就是说 奥运会这事呢 咱也办过了 金牌总数第一呢 咱也拿过了 是吧 也就是再拿不拿第一呢 其实无所谓 只要运动员不要受伤 尽其全力表现的好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是说 从集体的意志 回归到个体的兴趣 而互联网恰恰恰又是一个分布式的系统 分布式的系统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 个体的兴趣 能够通过互联网 四通八达的互联网 有机的高效的联通起来 而不是像过去以一个集体的意志 就屏蔽掉所有的个体的兴趣 那么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变化 奥运会必须拿出自己的对策 我想这对奥运会来说也是一个融合的挑战 从旧媒介到新媒介 从旧媒体到新媒体 从旧社会到新社会 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切换 它必须要有融合的变化 好 今天也非常感谢包冉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 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 每一场比赛的激情碰撞 每一次记录的刷新突破 都将成为这个夏天最难忘的瞬间 百年奥运 梦回巴黎 当更高 更快 更强 和法师浪漫相遇 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我们也拭目以待 在下一节节目回来之后 我们将一块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投视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 周五在巴西召开 美国财长耶伦会显表示 美元强势是由市场决定的 而日本财务官申天真人则呼吁 要对外汇率过度的波动提高警惕 那会议宣言呢 同意成员国会共同努力确保 对于超级富豪有效征税 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 周五在巴西黎瑞内卤召开 提前一天到达当地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被问到前总统特朗普 上周曾经炮轰美元强势 损害美国出口竞争历史 耶伦强调 七国集团支持市场决定汇率的承诺 只有在过度波动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干预 并会与合作伙伴进行协商 耶伦指出 过去几年美国一直实行紧缩货币政策 利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引发资本流入 从而推高美元 在经济强劲和美联储智力遏制通胀的情况下 美元走高是意料之中的事 这也是系统运作的方式 耶伦认为 随着时间推移 基本的经济属性会反映在汇率之上 而日本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神田真人表示 汇率过度波动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并要求成员国根据集团的外汇协议 做出适当应对 并对过度投机性的外汇波动提高警惕 另外二十国集团周五将会发共同宣言 路透社报道指各经济体将共同努力 在充分尊重税收主权的前提下寻求合作 以确保对超高净值个人有效征税 包括制定反避税机制 并应对潜在的有害税收行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澳门统计即普查局26号表示 今年第二季度的本地居民失业率按季下跌0.4个百分点 已经回复到2019年第二季度的水平 澳门今年第二季度的本地居民失业率为2.3% 按季度下跌0.4个百分点 受惠于非博彩业行业的带动 本地就业居民按季度增加了3000人 酒店以及饮食业还有批发以及零售业 分别增加了1600人和1400人 博彩业则减少1100人 受到入境旅客持续增长的带动 泰国财政部上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泰国财政部在今天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从此前的2.4%上调到2.7% 主要受到了入境旅客以及出口增长的带动 由于签证要求放宽 泰国财政部预计将会有3600万外国游客到访 而消费约为1.69万亿泰铢 略高于早前的预测 另外贸易伙伴经济增长改善 也有助于提升今年的出口前景 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 泰国在2023年出现1.9个百分点的增速 低于市场的预期 那至于在亚太区内 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日産自动车の今年4月から6月期の営業利益は およそ10億円で 日产汽车公司发布近年二季度的营业利润 仅为约10亿日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9% 美国市场需求低迷是导致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 为消化库存 公司为经销商提供了更多销售激励计划 也导致销售成本增加 韩国二季度GDP数据出炉 较上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 其中私人消费低迷是导致负增长的主因 乘用车和服装消费的下降尤为显著 但韩国央行表示 二季度GDP负增长 源于一季度高增长而带来的基数效应 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现状 出口数据持续强劲 无需担心经济衰退 上半年 越南消费者在Shopee TikTok Shop等五大网购平台的日均花费 为8000亿越南吨 约合2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增长超50% 远远高过传统零售业的销售额增长 按照行业划分 美容 女性时尚和家居品类的在线销售额 处于领先地位 有分析指出 网购行业在越南快速增长 直播或成为今明两年 行业发展的主要助推力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 我是万俊 也祝各位周末愉快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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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张大厨 发展的脸上 部分 我是万俊 作业主席 人 感谢观看